川普总统继续积极评价川青会的成果 并且表示计划在周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话 另外一方面 白宫今天发布了川普总统就与中国贸易的声明 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另外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介绍详情 卡拉 好的 包容 今天在周五的下午 白宫是发布了一段官方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 川普总统评价新加坡峰会说是美朝关系的新开始 说这次峰会也为朝鲜半岛的人民带来了新的未来 这也是在任的美国总统首次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 他说会谈很有成果 并且朝鲜方面是承诺完全的无核化 那么他说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开始战争 但是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够带来和平 他也表示说蓬佩奥将会和朝鲜再继续讨论 如何落实无核化的这样一个问题 并且他也提到说现在全世界的人民 都比他上任之前要感到更加的安全了 那么今天上午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 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被问到了朝鲜问题 那川普表示说川金会是一次很好的会晤 他说朝鲜已经做了很多 并且是已经开始归还美军的遗骸 他也表示比签署文件更加重要的 是美朝双方现在已经开始了沟通 川普也提到说他在接下来的周日 是计划与金正恩进行通话 他也说金正恩现在已经有可以直接联系到他的电话号码 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见了面 互动良好 他给了我们很多 已经七个月没有进行导弹试验了 没有发射导弹 已经八个半月没有核试验了 也没有导弹飞过日本 他给了我们美军英雄的遗骸 我们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 问题已经大部分解决了 一部分原因是 第一 我们签署了一份好的文件 但文件更重要的是 我和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可以说我们有些问题 我也给了他直接联系我的电话号码 现在如果他有困难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也可以打电话给他 我们在沟通 这是非常好的事 是 那么关于这个周日 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谈会谈到哪些 这个电话会谈到哪些内容呢 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那当他被问到说给金正恩多少时间 来完成去核化的问题呢 川普只是说 我们再尽快地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另一方面呢 白宫今天发布了 总统就与中国贸易的声明 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 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 来加征25%的关税 其中就包括重大工业科技的产品 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中也表示说 他与新近平主席的友谊 和美中关系都非常重要 但是两国间的贸易 长期以来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无法持续 那么在这一份声明中呢 他说这个声明中是表示说 这个清单中包括 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产品 那么这个计划是推动 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伤害了美国 和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也不能再容忍 在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中 失去科技和知识产权 这些关税对于在今后 避免不公平的对美国 对中国的科技与知识产权转让 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会保护美国的就业 那么另外呢 关税也是实现美中贸易平衡的第一步 我们知道这一次征收关税呢 将是分两个部分来进行 那从7月6日开始呢 会对价值340亿美元的 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那么剩下的160亿美元的产品呢 还需要更多的审核 那么声明中呢 也是明确警告说 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的话 例如对美国的产品服务 或者农产品加收新的关税 或者提高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话 或者是对美国的出口商 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采取惩罚行动 那么美国还会继续谋求额外的关税 那么对此呢 中国方面也是表示说 会采取报复措施 到目前呢 这个美中高层官员 近期已经是就贸易问题 就削减美中贸易逆差 还有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的问题呢 进行了多轮的谈判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呢 这个贸易上的摩擦 仍然没有被完全的解决 包容 好的 感谢卡拉 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